好,這個禮拜我希望每個人都知道把禮拜交上好不好,看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化學變化的過程,事實上是一個物體,變成另外一個物體 就像剛剛那個技能講的鐵生鏽,是鐵跟氧反應,它變成氧化鐵 所以它生鏽了,原來的鐵什麼顏色?鐵板什麼顏色? 鐵應該是銀色嗎?有點黑黑銀色的,鐵黑,鐵色 亮亮的鐵灰色,亮亮的鐵灰色 這爛茶沒有標示,生鏽之後變什麼顏色? 咖啡色暗紅色,對不對? 它生鏽變這個顏色,所以它整個物質,整個本質都改了 所以化學變化基本上,我們如果定義一個化學變化的話 一個物質在進入一個變化之後,它的本質改變 這就是化學變化 你看喔,簡單來講,我們再舉個例,鹽酸 鹽酸是會有腐蝕性,對不對? 氫氧和蠟有腐蝕性,可以把皮膚溶解的 我把兩個混合在一起,如果混合得好的話 你知道兩個反應環就變成什麼嗎? 如果把水質滴一滴會怎麼樣? 把什麼? 把什麼東西? 你不就是跟剛剛說,滴一滴的話會怎麼樣? 滴一滴在哪裡? 就會很痛啊 很痛多痛 你要試試看嗎? 一滴會受到重傷嗎? 我太太曾經這邊被流川噴過 噴過那個脂肪 噴到的幾滴呢?就是一個疤 然後有一片噴得比較多,那塊皮膚溶解 那有噴到骨頭嗎? 沒有到骨頭了,就像燒到一樣 就跟燒到一樣,就會皮膚溶解 這樣一點點,這麼一點點,就會有疤 對,下次我們可以做事件 我這邊,我記得 人家拿起來 沒有啦 我下次放裡面,可能我今天沒有準備 我們拿去剝那隻貓 我現在給你看 你看我拿那個方糖 白色的方糖 我就滴一滴硫酸 你就可以看到它從白色的 雪白的方糖 變成黑色了 變成黑色了 因為它會把水給反應掉 它會產生高溫 它會把水反應掉 所以它馬上這個糖就被碳化了 你懂意思嗎?碳化 因為我們講這個糖裡面是碳氫化物 它裡面有一些氫的東西 它那個硫酸馬上把氧跟氫反應掉 把它水脫掉 水就是H2O 就是氧跟氫的反應物 所以把它脫掉之後,它就缺水 它只剩下碳,它變成黑色了 所以硫酸可以燒起來嗎? 硫酸可以燒起來什麼意思? 硫酸可以燒起來嗎? 硫酸可以燒起來 它不會燒起來 它溫度沒有高度 它就燃到溫度 它就是會把碳化 它就直接 像我們講說 木頭 把它去燒 可以變成碳 它木頭裡面的 它是碳氫跟氧的化學物質 木頭是這樣的 它呢 會跟氧反應 變成什麼? CO2 氫呢 會反應變成H2O 氧呢 也會拿去反應 它用在氧這邊跟氫這邊都拿去反應 所以氧有不見的 所以它現在是這一東西 但是如果你是低流酸的話呢 它直接把氫跟氧反應掉 所以它只跟它有碳 但是它沒有燃燒 所以它就用黑色的碳 這是一個 也是一個化學物質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之前在講什麼? 你問了這個問題 你之前在講什麼? 鹽酸跟氫黃花納 一個強酸一個強線 兩個加在一起 如果加的比例是幹好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你知道嗎? 中性 會變中性 那裡面還有什麼? 那個 裡面還有什麼? 它還有什麼? 裡面還有什麼? 裡面還有什麼? 來,我們再寫一下 HCL 是鹽酸 加上 NAOH 辛氧化鈉 強檢 會反應成什麼? 氫跟這個OH 會反應成水 H多 H多 綠跟這個納會反應成什麼?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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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上面有那個光頭不漂亮 什麼 上面一塊錢上面有光頭 有啊還是有啊 只是變得亮亮的而已啊 光頭很醜啊 還變不得亮不得亮的 所以我們要去理解說 我們現在要學習在一個化學反應的過程當中 現在開始我們進入這個所謂的化學部分 前面在講 講溫度啦 講熱啦 講光啦 講這些東西就是未來幫助我們 我們要去理解化學 因為化學的時候比較難理解 是因為化學比較難看到它靈的變化 你頂多看到顏色改變了 頂多看到什麼 溫度改變了 頂多看到什麼 味道改變了 頂多看到有貌真氣 有沒有看到這些 就是他不是直接看到 譬如我今天 我今天一巴掌打過去 你這邊就有五個手印 這很直接嘛 啊 五個手印 好厲害 一秒五掌 我只舉個例子 這變化是 你看的 我把手印掉地上 手機就破了 對 這個很直接的東西 看不到它變化嘛 可是我把這個 鹽酸跟青藍花放在裡面的反應 你看得見它分子間的反應嗎 看得見啊 你看得見那個分子跟那個分子兩個在反應嗎 我知道啊 看不見嘛 看得見 你看不見那個細節 所以 化學的分子跟他講 比較難以 難以理解 是因為我認為是在這邊啊 那 所以他需要靠一些輔助的一個現象 比如霧霧的變化 顏色的變化 呃 或者是 避風的變化 啊 不可以打打啦 它會空擠 好 就是決鬥 好 所以他會有一些 現象 那我們來講說 像 慢慢的 我們在化學這邊可能帶到一些像這樣 這叫做化學式 這是一個分子式 這是一個化合物 這是 則是 七跟綠的反應 通常在寫個元素符號的時候呢 在元素頭頂表 你看看元素最後的幅度那邊的元素頭頂表 你看到 來 擺一下 看課本 誒 同學 你們有些課本啊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放的 都弄到 都濕濕的 都爛爛的 誰 很不舒服哦 到底是誰 不舒服 也很濕濕的 好模糊子 在休息的時候還是兩位去比較 好 這元素頭頂表 休息毛撕下來 你可以看到 這元素頭頂表裡面 這周頂表有很多東西 通常學到這邊就說 誒 老師 周頂表有沒有背 我有 有人說要背 我說要怎麼背起來 其實理大假如色法 其實第一個對我來講 我也會背 我也背不起來 但是因為常用常用常用 慢慢就習慣你 記起來 自然來記起來 就跟在學英文一樣 老師 我需要背 你就是you 我就是I 他就是he 或shu 我需要背 9而9就記起來 你用你就會記起來 對 慢慢常用就記起來 所以一樣的道理 經常用就記起來了 所以但是我們總是 他既然這個表 在英文叫做table table這東西在 在他整個科學史上 有很多的表 不同的表 這表就用來查的 所以經常以前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小時候在上課的時候 把這個查表 所以查表 開門查水表 查表這個事情 是需要教的 在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 甚至三角韓序有三角韓序表 因為那時候沒有計算機 你要查cos cos 37度是多少 這是一個數學 你現在沒學到 但是我跟你講 cos 37度 你現在按計算機可以按得到 可是以前沒有計算機的時候 就是要查表 查三角韓序表 後面同學 後面同學 你看看我這邊 聽我這邊 三角韓序 就是查表 所以在表的時候 就是可以查的 不盡量背 現在以前要背 是因為老師的故意說 請你把它背起來 考書是不給你 直接問你結果 那就是很討厭的事情 但是現在考書會給你這些資料 基本資料都會給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元素周期表 上面的號碼 1到18代表什麼 足 對 代表第幾足 那左邊的周期 1到7代表什麼 周期 你知道元素周期表現在發現 早期刻意在慢慢發現 我現在發現一個元素 我現在發現一個元素 所有的元素 我們之前也學過 什麼叫元素 元素就是那個 屬性 元素就是單一成分的物質 它沒有跟別人化合 它是單一成分 所以現在氧氣是單一成分 氧氣是單一成分 氧氣是單一成分 氧氣什麼事 氧氣是單一成分 單一成分它是沒有跟別人化合的 它是一個單一成分 氧跟鐵反映成氧化鐵 氧化鐵是不是單一成分 不是 就不適合它是一個化合物 那空氣是不是 鐵 空氣裡面還有很多種不同的空 很多種氣體 譬如說氧氣 譬如說氫氣 譬如說氫氣 譬如說二氧化碳 它是不是沒有化合物 像這個是 氧氣跟氫氣比較特別 它是必須兩個才能夠在一起 才能夠自然的存在 所以它是它中間是有化合物 這兩個氧自己化在一起 所以這東西也可以叫元素也可以叫化合物 我如果寫這樣子裡面是元素 可是我如果寫O2的話就是化合物 但是它都是個元素 都是個元素 因為它是有單一成分 吸氧素是單一成分 不是 不是 它就是氦跟氧的化合物 那元素呢 元素都可以看到 它有些大部分 如果是用一個 因為它是英文寫的 譬如說氫為什麼叫H 氫為什麼叫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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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叫H 氫為什麼不寫成 氫 因為氫叫H 它的英文叫H 是H開頭的 它是H開頭的 所以是從英文來的 所以它是H 然後C是什麼 在週期表C是第二週期的第14個 有沒有 它叫碳 為什麼叫C 因為英文叫C Tabble 所以它是用它的第一次 來做它的元素的代號 那你說那 可是有些是兩個字啊 譬如說奶是N1啊 奶是N1啊 為什麼用N1 不用N 因為N已經有了 所以就是按照你發現的順序 我如果第一個發現的 而且它英文代號就只有 沒有被人用過的話 就只有用它英文代號 譬如用N Nitron 是 蛋 氫是N 可是我第一個發現的東西 如果它的英文名字 也是N開頭 我就不能用N啊 我就必須用兩個字 可是我第二個字會寫小寫 所以這樣清楚嗎 所以化學符號大概是這樣 就像C L是什麼 綠 綠它就不用寫C 因為 碳是先被發現的 所以碳被發現C 已經用掉了 綠就不能寫C 綠就必須去換第二個字進來 就叫CL 這樣清楚嗎 像那 NA 也是一樣 N本來是蛋對不對 所以當我發現那的時候 我會用N來表示 N 我會用NA 因為N已經被用掉了 我必須再寫個代號 所以它NA NA是N 大家清楚嗎 那我NA可以寫N A 不行吧 為什麼 因為它是那個 我不知道 因為它被誤會成兩個元素 喔 它被誤會成 就是有一個N 就是N A 蛋 蛋跟A這個元素混合在一起 要化合在一起 會不會誤會喔 喔 大寫是一個元素 大寫 單一個大寫是一個元素 一個大寫加一個小寫是一個元素 但是你不可把一個大寫跟一個小寫的元素 選擇兩個大寫 譬如這樣 這樣 像C1是什麼 有沒有C1這個東西 C1 我只看中1 我記得是有C1 不要躺一下 可是我們要躺到 沒關係 好 我這邊寫一個 好像 C1 C1 D幾個 C1 我想塞太陽 等一下 竹是5 可是他沒有 他沒有走 竹是5 竹是5 喔 有 那叫布塔 4 4 C1 4 藍系元素的 第二個 Ni 是虐對不對 我如果寫N跟I 會變什麼 蛋跟點的畫物對不對 蛋跟點的畫物 可是實際上是捏 所以要記得 一個元素 有可能是只有一個大寫 有可能是一個大寫加一個小寫 這樣來表示元素 好不好 好 那這是元素的表示 那你看元素周經表這邊 有一個符號有沒有 他上面寫說 元素符號就是H 原子序 什麼叫原子序呢 什麼叫做原子序 這是地底的被發現的元素 不是 一開始我們在講元素的時候 科學在陸陸續發生很多元素 可能他發現說 這元素都有一些 好像有一些關係 又好像沒有關係 那到底是什麼關係 就不知道 就還在找 所以後來就陸陸續 科學想去 那我想去把這些 找到不同的元素 給他歸納一下 歸類一下 老師在講咒語 所以就有些人就說 我按照發現的順序來排列什麼 可是發現順序有沒有關係啊 他沒有元素 發現的順序跟我元素本身的性質有沒有關係 沒有啊 沒有關係 這是一個不好的排列方法 是 所以後來他發現說 元素應該本身有一些 特殊的關係吧 他本身自己應該有一些特殊關係 我怎麼打在特殊 找到外面 嗯 好 就是他門得列夫了 他找到這個關係 聽到他找到這個關係 還是因為他在做夢 他睡覺 因為這排列拍得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他在做夢睡覺 醒過來他發現 他在這個半夢半已經在發音說 欸 音樂有 然後在上面還有一個八度 在上面還有一個八度 在上面還有一個七度 七度 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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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欸 就八度 他就以這個八為幾度 來去把這個周期 把這個元素給填上去 而且你也這樣看 蛤 你唸一遍看看 我什麼 你唸一遍看看 什麼東西變成這樣 唸一遍看看 唸一遍看看 有說圓數表 圓數表 圓數表 就是 離一遍澎湯蛋 養猴奶 是這樣嗎 好 但 圓數表要橫紙貝還是直的 不是啦 他只是說 用那個 用那個八的周期 當了一個基準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那個 圓數表要直的貝還是什麼 對 圓數周期表拿來查的 不是拿來貝 如果要貝的話 如果要貝的話 如果真的要貝的話 我告訴你 貝哪幾個 第一個是貝第一組 第二組 還有貝第14組 15組 16組 17組 18組 然後還有另外周期的部分 是貝第二周期 我是問說 他是直的排率還是很 沒有 就是我以前老師告訴我們 如果真的要貝的話 就貝這幾個 第一組 第二組 還有第14組 不是啦 他這個表 他排列是橫的排 直的排 都有啊 你周期表看了沒 看啦 他不是有橫的排跟直的排 可是橫的排是 我沒有聽懂 你不知道他是用什麼八的 對啊 那他是排直還是橫的排 橫的排 那是周期啊 那周期 一個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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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發現都一族 族跟族之間是有關係的喔 譬如第一族 第一族 親對不對 第二個是什麼 立 立 那 那 這樣 親 如 色 如是RB 色 色是CS 跟我小探 有沒有 色是CS 法 事實上 我真的用大概就用到這邊啦 後面其實沒什麼標 第二族是什麼 皮 你都有背啊 皮 背 美 蓋 蓋 知 背 背 背 writing 背 背 膊 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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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喔 佛 愛 這邊是嗨 嗨 男 發洩的聲音好噁心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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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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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i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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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C是S T 淡 B C T S B B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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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